那个内耗到抑郁的王传军 早就逐渐被递化成老孩哥 王传军刚来桃花雾时将整个人都封闭起来 反正只是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录节目 他并不打算交心付出感情 所以面对很多提议时王传军都是无声的拒绝 此前宋丹丹提议举办篝火晚会 王传军不想表演就直接说不言 在别人那里他是个不合群的怪人 直到他遇到他的那个小太阳 起初王传军并不想理这个过躁的小孩 但是耐不住王鹤弟的软磨硬泡摇头撒娇 并且俩人在这种无形的主动与妥协中 都对撒娇这个说话完全不自知 随后在王传军长达几秒的承诺中 真相震耳欲论 我没有意识到他在跟我撒娇 真的真的真的 他就是他就是在那 拜托拜托 求夸 我女儿一直是爸爸读这个 爸爸读那个 到现在两个人开始两极反转 有声之年竟然能听到王传军 向王鹤弟撒娇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了 你觉得呢 经过王鹤弟这么一捣 看得出来王传军放开了很多 在车上王鹤弟自还是唱歌 上一秒王传军整个人都麻了一脸生无可恋 可下一秒他打不过直接加入 这个曾经因为被困小鸟而落泪的王传军 现在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 之前有几期王鹤弟因拍戏没有参与录制 王传军开启恋帝模式 最近有觉得就是有什么不开心吗 王鹤弟不在我一直不开心 毕竟弟弟在的时候 两个人是可以一起疯疯傻傻的综艺搭子 他们会在大雨中跑户外玩飞排 会一起搞怪将导演扔海 还一起静静地感受那日照金山 我自己像是个容器一样 好像身体里就是放进了特别特别多的痛苦的东西 我非常想把它排解出去 这个山里的所有的东西 都似乎比你更加充满着生命力 这些生命力然后他会在问你 你在能过什么 然后你就会一直想 其实自己也没那么不好 治愈的一个过程 两个人完全不同却又相互契合 我不懂你的奇奇怪怪 但我愿意跟着你一起奇怪 被治愈的王传军开始向外界输出 也愿意陪着王鹤弟一起准备勾火晚会的节目 开口rap只秒内于重 王传军之前给过王鹤弟这样的形容 不能说一模一样但也是毫无差别 王鹤弟蹦蹦跳跳地闯进他的世界 带走了王传军所有的悲伤色彩